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耳熟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关于图片 SEO和图片压缩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搜索 Water Bottle Factory以后的话 这些会出来我们很多这种图片的结果 如果我们点这个Image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其实这些Image排在前面的 他们会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在另外的页面打开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片的话 它是有我们的关键词来作为图片的名称的 那么我们的很多小伙伴的话 图片的命名比较杂乱 然后就直接就上传了 所以的话它不会在我们搜索引擎 有一个很好的排名 让我们随便点一张看一下 他们都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图片 我们在上传到我们网站之前 一定要先命名用我们的关键词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图片的体积有点大 大家可以看到 二叔这个的话你看这几张图片就有30多照了 那如果直接传到网站上的话 那用户看到我们的网站的话 他就会比较慢 加载的速度就比较慢 所以又没有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的体积变小 同时又能帮我们把这个关键词给加上去呢 那么今天二叔分享的重头戏就来了 这个呢就是二叔给大家开发的 用来解决这个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工具 那比如说二叔的关键词是憨赏慢 那第一步我们先在这里给一个图片批量着有一个名称 我们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图片给弄过来 那Counter再一次性我们可以处理这么多图片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一键打包下载 OK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 好了我们的图片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们刚才看到了有30多兆 OK 那么现在看只有5兆 然后的话我们的图片都给命名了 你看Hansom1Hansom2 然后还转成了WebP 这里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WebP的话 这样的图片格式传到我们的WebP上面去的话 它的加载速度是要比其他图片的格式 它要小很多 然后加载的速度也要快很多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没有压缩之前 它是30多兆 压缩之后就变成了5兆多 这样的话我们的用户来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加载速度也要快很多 同时呢 因为我们都给这个图片直接命名了 所以的话被我们谷歌搜索引擎 或者是Bean这些搜索引擎 给排到前面去的几率也要大很多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其实 是 这 我 我们在这�니다 是